哈利路雅 愿神的平安与大家同在 很感谢神有这样美好的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道理 那么今天下午要用非拉铁非教会 跟大家一起来做互相的勉励跟学习 耶稣曾经说过 祂来的时间点就好像贼一样 那么我们是不是知道祂什么时候来呢 当然没有人知道 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就是要预备 如果我们只是凭空等待 这是没有用处的 换句话 必须要做点事情 也就是说既然我们不知道 主耶稣何时再来 那么我们就要随时预备 而且要非常地谨慎预备呢 不然我们真的会吓一跳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世界的整个局势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再临的日子已经近了 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也就要对这个世界做审判 那么我们真教会呢 将按照圣经的预许呢 被主耶稣接到天上 像新娘一样被带到天家 所以今天呢要用启示录第三章呢 跟大家来学习这一段的道理 那么这第三章也就讲 这里面也就讲到了七个教会的其中一个教会 所以今天利用其中一个教会 非拉铁非教会呢 跟大家一起来互相的学习 我们请看到启示录三章 第七节到第十节 启示录三章第七节 I know your work See I have set before you an open door and no one shut it For you have a little strength have kept my word and have not denied my name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第九节 Indeed I will make these of those of the synagogue of Satan who says they are Jew and are not but lie Indeed I will make them come and worship before your feet and to know that I have loved you 第九节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那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第十节 Because you have kept my command to persevere I will also keep you from the hour of trial which shall come upon the whole world to test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第四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 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I shall stop here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complete message to the church yet 那么到第十节 我们先暂停一下 这几节 这几节不是全部 给非拉铁非教会的讯息 First we need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words spoken to the church are by the one who is holy and true 第七节这边 非常名正言顺 告诉我们说 写信的人是 那圣洁真实的 and that is our Lord God whom we worship today 也就是今天 我们所敬拜的真神 and this is referring to the church that is true and holy 也就是 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教会呢 是圣洁的 是真实的教会 从这边呢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析 五点呢 一起来做互相的学习 首先第一点 也就是第七节讲着 拿着大卫的钥匙 这个大卫的钥匙呢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啊 很多教会呢 都自称自己有那把钥匙 那么这把钥匙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把钥匙也就是要进入大卫国的钥匙 那么也就是要进入神国的钥匙 那么这绝对不是要进入那地上 以色列国的钥匙 那么这把钥匙呢 也是在神的手中所控制的 那么这样的国也是由神来控制的 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说 大卫六十 也就是管理的大卫的国 也就是属灵大卫的国度 那么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份 以色列在地上的以色列国呢 正式成立国 那么他们的立国也就是 完成了但伊里先知 以色列先知所预言 要在地上立的以色列国 那么这样的预言也就是呢 预备好要将福音呢 传给当时的以色列民 因为福音是从以色列民选民当中所出来的 那么这也就是记录在 罗马书十一章的第十七节那边讲到的 那么十一章的第十七节 我们也看到说 第十七节这边特别讲到的 有野甘兰呢得接在其中 一同得着甘兰根的肥枝啊 也就是变合而为一啊 那今天的我们呢 也就成为了属灵大卫的子孙啊 那么在当时的菲拉铁非教会 也就是属神的教会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那么既然属神的教会 就是有圣灵的同在 就是按照真理而行的教会 这样的教会 就是拿着大卫钥匙的教会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这一支钥匙 也就是要前往天国的钥匙 那么这个钥匙也就是圣灵 今天在地上的教会 也就是神的圣殿 那么神住在人当中 今天如果一个教会 没有圣灵的同在 那么又不按照 圣经的真理而行的话 那么反过来教导 自己所发明的一些教义 那么这样的教会呢 就不会有大卫的钥匙 因为这一支钥匙呢 就在神的手中 绝对不在任何一个教会的 领导者身上的一支钥匙 虽然在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有说到说 将这一把进入天国的钥匙 交在彼得的手中 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这进入天国的钥匙 就是那圣灵 那么凡是接受应许的圣灵 而且顺服真理的话 那么神就要用他的钥匙 开天国的门 让这样的人进去 在我们主耶稣升天之前 那么在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四十五节 这边说到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五节 那么他在门徒门前面显现 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呢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换句话 凡是被关闭的心窍呢 都必须要用主耶稣这把钥匙 也就是圣灵呢 开启心门 那么也就是正义书教会 有大卫的那把钥匙 我们教会有这么这把钥匙 那么这也就谈到第二点了 那么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三章的 第八节这边讲到说 一点点的力量 这边说到说 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那他们也曾遵守神的道 那么这里讲到了 这略有一点力量是什么 那么这里看到了说 是你们的行为 就是他们的行为 他们略有一点力量呢 遵守神的道呢 做在他们的行为里 那么也就是他们做了一些 又重了一点力量 做了遵守神的道 今天相对的我们 如果我们略有一点力量 愿意遵守神的道 那么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神 那么神不会看我们说 你做了些什么 那么神只在乎说 我们是不是尽了一点力量 来遵守祂的道 也许我们略有一点力量 而且是用尽力而为神 所出现的一点力量 在神的面前 这已经非常好了 那么遵守神的道 用我们略有的一点力量 来遵守 一点力量也许看起来不多 就好像圣经中说到说 一个小小的种子 放进我们的心田 或是这一点点的笑 放进心里 或是小小的一群 真正遵守神道理的人 聚在一起 但是呢 展生出来效果是大的 因此呢 对神而言 神没有要求我们很多 只要略有一点力量就好 这略有一点力量 很可能是我们的财务的力量 也许是我们工作的力量 或是我们在语言上的一点力量 或是我们能够 自己能够做得到的 这一点点事情 在神的面前略有一点力量 在神面前就是好的 因为神不期待我们会做多大的力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要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 那么要尽心尽力 尽意尽性而爱主你的神 因为这一切都可以 借着我们这一点点的力量 来去遵守来去做到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 也许我们没有什么样的恩赐 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能做什么 那么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略有一点力量 就去遵守神的道 那么有时候在一次聚会当中 参加人数极少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星期三聚会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愿意同心合意归荣耀给神 这也是很好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讲过吗 只要两人奉他的名在地上的话 那么这两个人在人的眼来看 人里眼来看 是不是好像很少的数字 但是神的应许是说 那我就要在他们当中 就算我们只有自己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总是看起来 是少的是孤单的 但是神却与我们同在 就好像那五饼两鱼是一样的 在五饼两鱼 在人的眼里面呢 这真的是少数啊 但是经过主耶稣基督入谢之后 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却能够喂饱五千人啊 当我们在奉献我们的十一圈的时候 感觉好像是很少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我们自己手边还有那百分之九十 我们只够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而已 那么在这个相对比较下 我们会觉得这十分之一 似乎真的是一点点力量少了点吧 但是略有这么一点 尽心尽力的心态 那么神就会奖励我们 那么神做什么呢 那么神在应许当中 神说 祂会再从天上打开天上的窗 那么经过这么大的窗 让我们能够领受的恩典是福悲满意 那么在马拉基书神说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试试看神 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 有这样的应许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信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 祂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 祂只在乎我们是不是用尽心力献出我们那一点点 在这一点点当中 我们是尽心尽力而做的 在神的眼中 这已经就够了 因为祂是用怜悯的眼光来对待我们 我们第三点 第三点呢 我们看到 到启示录三章第十节这边说到说 主耶稣说要有忍耐的道 那么这里主耶稣告诉 教会说要遵守我忍耐的道 如果我们打开字典来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忍耐 忍耐在一般的解释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坚持到最后 不论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是忍耐到底 能够坚持到底不是件简单的事 但是不是简单的事 不是当成一个理由 让我们说不再忍耐到底 我们看主耶稣基督非常爱彼得 一直到最后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他 虽然主耶稣知道 那犹大将要卖主 但是呢 主耶稣继续为犹大洗脚到最后 我们看到这样的人耐的道理 就是爱一个人爱到呢 不计较他一切的错误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爱一个人 只爱到一半 或是只有爱他三分钟而已就断了 我们必须要坚持那忍耐的道理 一直到最后 为什么 因为在启示录的一章第九节 第一章的第九节启示录当中 这边说到 这边说到说 在国度里面忍耐 一同以忍耐的一定是有份 今天为了我们的信仰着想 我们一定要遵守那忍耐的道理 那么不然我们会与天国无份 比如说 在一个家庭里面 家庭里面也许有一些家庭上的问题 也许不能够坚持仁耐道理 因此有了诉讼的关系 对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来说 这样的方式不是一个解决之道 那么在保罗里面 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边说到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节里面 这边说到了 今天这边说到说 如果在弟兄姐妹 若有任何相争之事 必须以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相争之事的问题 不可以将这个带到外面 上到法庭 因为这会让神的名受损 那么这样什么的问题 那么也许是房屋 也许是地产 也许是继承权 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许是互相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那么像这样的相争的事情 往往会带给神的名受损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必须要先自我检讨 我们要自我反省 那么这也就是给大家 给大家举例一个例子说 没有办法坚持忍耐到底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这当中 有人已经放弃那坚持忍耐的道理 今天我们说我们有灵性 但是我们却非常关心 我们主要强调在自己的荣耀上面 那么当我们在坚持自己尊严的时候 很容易会失去那圣经当中所谓的道理 因为神已经不喜悦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我们不是可以先想想 也许我自己真的是错了 因为我们就像刚才圣经讲的 我们要做一点点 尽一点力量 就是要让神的荣耀回到神的名当中 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 但是在十字架前 他被人误打误骂 最后挂在十字架上 有时候我们会说 哎呀我为主受苦啊 那么我们会看到说 什么叫做真正的为主受苦 今天我们所口中所说的为主受苦 与主耶稣在施架前所受的苦 我们怎么能比得过呢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呢 为我们失去他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就算牺牲一点点又怎么了呢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为主牺牲了一点点 那么在解决一个问题上面呢 我们就已经贡献出来自己的一点努力 最后 那么按照圣经主耶稣的应许呢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福气不断而来 有的人会觉得说 奇怪我的祷告为什么都好像不蒙垂听啊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并没有尽一点点的力量呢 给别人能够展现出忍耐的道理 反过来我们常常跟人家争执 常常跟人家争辩 那么这样的祷告神怎么会听呢 就算我们在这个争吵当中 我们赢了别人一点点 但是最后我们赔上的是自己在那天国的福分 这个比较起来似乎不对称吧 也许我们奉献 我们牺牲了一点点 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呢 却给我们大有福分的 那么比较起来 这样不是更华得来嘛 我们看圣经当中呢 有很多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 这个很有钱的人跟乞丐拉撒路的故事 这个有钱的人跟乞丐拉撒路都死了 这个有钱人在他在世还活着的时候呢 没有给这个乞丐拉撒路一点点的东西 对一个有钱人来说呢 他给拉撒路一点点 对拉撒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啊 有钱人的一点点对乞丐来说 可能是他一生的东西啊 当他们死了之后呢 这个有钱人到阴间去了 那么他在阴间的火里面呢 受苦受难 这个时候他渴了 他非常的干渴 他希望能够有一滴水 来润润他的舌头跟喉咙啊 也就是说他只要一点点的水 就能够解决他现在的痛苦啊 神说了 这一点点啊 你不用奢求了 因为当你在世的时候呢 你没有给那个乞丐拉撒路一点点 因为你给拉撒路一点点呢 对拉撒路来说呢 是好大的一份啊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有钱人呢 他是从桌上掉下来的饼穴呢 拿给了拉撒路 那么这个有钱人呢 似乎也没什么缺点 那么他只是对了这个乞丐呢 少了一点点呢 那怜悯之心啊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比喻呢 说到最后 神并没有给这个有钱的人呢 一点点的福气 我们不要说福气了 就算给他一点点的水 都是一种奢侈啊 我们看圣经这篇说到 圣里面说到说 这个有钱的人 最后到阴间受苦啊 受到火的煎熬啊 因此呢 我们不要认为 那一点点是小事哦 今天如果我们为了要坚守 那忍耐的道呢 奉献出自己一点点呢 事实上对我们的未来 有很大的改变啊 那这就谈到了第四点 他们并没有去否认 不认耶稣的名啊 我们看到 启示录三章的第八节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弃绝文明 也就是他们真的去确定 认主的名啊 也就认到主耶稣的名啊 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 如果他们确定真的承认耶稣的名 在别人的眼里面 他们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就会受死 并且要被放在监牢里 今天承认耶稣的名呢 跟生命的生死有关系耶 在那个时候 我们看圣经当中呢 彼得不认耶稣三次 因为在那个时候 如果认耶稣彼得就有生死之间的问题 我们知道彼得因为自己的软弱 所以不认耶稣有三次 但是我们看到彼得最后呢 悔改 确定认耶稣的名 一直到他死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彼得真的为主而活 为主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那个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可能今天我们不会面对到 那么今天反过来看看我们 如果我们为了任何的理由 弃绝了耶稣的名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我们的悔改当中 让我们不再弃绝 不再不认耶稣的名 我们不用去介意 别人怎么样看我们 因为我们认耶稣的名 也不用在意别人 对我们的感官 我们所要在乎的是 当我们确认主耶稣的名之后 从那一刻开始 我们如何将自己奉献给耶稣 那么这样的话 神就与我们同在了 那么主耶稣有这样告诉我们说 在他的面前 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为我们敞开了一个门 好 那这敞开的门又是什么门 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换句话 主耶稣要为我们开启那传道之门 当我们遇到在传道当中 当我们遇到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找寻答案 那么今天我们在找寻 这个传福音之门的答案的时候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界的圣灵 让我们知道说 如何开启那道门 比如说在约伯记 当约伯受苦的时候 换句话呢 这个约伯记 在约伯在受苦当中 这道门是完全封闭的 他必须要经历所有的这些试炼 那么当他在为他三个朋友 祷告的时候 之前 在他为三个朋友祷告之前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不在乎 他的三个朋友对他的责难 对他的批评了 那这三个朋友呢 也奉献 也向神献祭呢 然后约伯帮他们祷告 那么在这个约伯做了 这一切的事情之后 这个时候 这个怜悯的门打开了 也就是让约伯呢 从苦难当中走出来 来到神怜悯之道啊 那么只要我们不得罪神 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 不用担心别人 对我们的一些批评跟判断 那么我们只要满心感谢神 我们并没有在事情上面得罪神 不论周围的人怎么说呢 对我们都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相反呢 我们在祷告当中 反而要为他们带导呢 我们也诚心地相信呢 神会开启那道恩典的门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为什么我们跟弟兄姐妹之中 始终有一道门被隔开呢 而且打不开的 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当中啊 我们没有放弃了自己 因为我们不愿意后退一步呢 因此呢 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门呢 始终都是关闭的 今天如果我们谦卑地愿意退一步 那么这个恩典的门 就会因此而打开 那么这个时候 门既然开了 我们就可以往前进一百步啊 那么好像我们后退一步 似乎是已经失败了一步 但是我们却能够因为 后退这一步呢 往前进一百步 我们似乎也是个很大的进步吧 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后退一步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真的挡住了那个通道 那么在这个通道当中 门也不会开 没有任何事情会改变 这种堵塞的情况 今天神会派遣使者呢 来帮我们开这道门啊 当彼得被下到监牢的时候 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都为了彼得下到监牢里面呢 诚心合一 一直为他祷告 那么再下来呢 为什么彼得能够 也就是当彼得呢 在监狱里面呢 真的是安心睡觉的时候 我们看到天使呢 来为他打开那监牢的门 所有监牢的门一个一个被打开 让彼得能够顺利地从里面走到外面 那么彼得就来到了使徒 众信徒 聚集为他祷告的房子里去 当他们敲 当他敲门的时候呢 这些门徒们没有办法 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彼得已经在门口了 对他们来讲说 这简直不可能发生的啊 但是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神派遣了天使 帮彼得开了监牢的门 来到他们的面前 都是可能的 有的人不相信有天使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呢 神会派遣天使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么如果不相信呢 这样的信仰是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要非常地确认跟相信呢 神的大能力有时会借着天使来完成的 凡主耶稣神能够开启的门呢 所有东西都能够被打开的 因此一个人的心的门啊 一定要开啊 当圣灵帮我们打开这道门之后 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陆陆续续变成了可能的事 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为什么 为了一些精神上的疾病 非常地难过 因为呢 他们的心是被闭锁关闭的 为什么被关闭 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顺服圣灵的带领 也就是把这道门关起来 心里面存在的所有 存了所有得罪神的罪啊 那么也就是呢 在心里面试着去盖过 掩盖他们的罪过 我们都知道罪是盖不住啊 我们还不如好好地在神的面前 敞开自己的门 敞开自己的门 将所有我们犯的罪 在神面前做痛心的悔改 那么这样子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这样的艰难 就会被神来解决 那么看起来好像我们输了 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的话 那么我们所碰到的问题 就会通过 就会解决了 第五点 我们看第九节 这边说到一段说 撒旦一会啊 在这边呢 主耶稣到底要说什么 那么撒旦一会的这一批人呢 也就是被撒旦所迷惑的一批人 那么他们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呢 而且是似乎是犹太人 但是却不是犹太人的一批人 那么他们的心 基本上是已经顺服了撒旦 所以他们的相信 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种谎言的信仰 我们看铁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有特别讲到这一段 铁撒罗尼迦后书第七章 第二章十一节 我们看到在这边 撒旦不会自己说 我就是撒旦 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群人呢 都是被这些谎言 这些迷惑的事情所迷惑了 因此他们成了撒旦一会 从外表看起来 他们似乎也是信徒 但是神却称他们为撒旦一会 但是之后呢 神开启了他们明白道理的心 这个时候他们突然间发现 原来他们过去所相信的都是错误的 当他们痛悔之后改变了 那么他们就跟着那些被神所喜爱的人 跟他们一起跟随神 凡是过去错误的 最后悔改之后呢 也跟随主耶稣真纯正的道理呢 从那时候开始了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一个信徒 一个信主的人 怎么会变成了撒旦一会的人 那么主耶稣这边告诉我们 他们是说谎话 那些说谎话的也就是属撒旦的 为什么他们要虚谎 刚开始也许他们是一群 真的很关心教会的人 但是因为固着自己的面子问题开始产生之后 也许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 那么开始呢 组成另外一个小群体呢 互相的欺骗 当神的惩罚到的时候呢 他们会发现他们所信的 所讲的都是一些虚谎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完全的顺服回到真理身上 而且是能够痛心的悔改 因此在我们的天国路上 那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真的被撒旦利用 最后被神所拣选所拯救 那么我们再一次拿彼得出来讲 彼得是的 在跟随耶稣之后 他确实似乎知道了真理 那么我们看到呢 他却被撒旦所利用 也就是彼得正在跟耶稣讲话的时候 被撒旦所利用 彼得知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 就是要被挂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彼得 似乎从 彼得告诉主耶稣说 不要去啊 这不应该发生在主耶稣你的身上 他打心里面 不希望主耶稣去面对这个死亡啊 但是主耶稣却告诉 斥责彼得说 撒旦退到后面去吧 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么严厉的话 说彼得你就是撒旦啊 当一个人的心理的想法 开始往自己的私欲上面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属魔鬼的 从表面上看起来 彼得讲这句话 就像一般人所讲的非常怜悯 有同情心的话 但是却被撒旦所利用 要来阻挡主耶稣完成救恩的路子 那么就好像犹大一样 在他的心里面 他已经要预备卖主了 就在那一刻 时刻点上面呢 撒旦进入他的心 在那一刻开始 他就属撒旦的 之后他就做出 卖主的行为 今天如果我们在心里面 有盲点的话 不把主耶稣放在正中心的话 在这样的判断之后 我们就很可能会出现 属撒旦的想法 我们当然不能冲着人家说 你就是属撒旦一会的 因为我们不是神 我们更进一步呢 反而要用宽敞的心胸呢 能够带这个人 回到主耶稣的面前 能够将他带回 去明了明白真理的事情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对谎言 非常的谨慎 不要受骗 那么最后 看看现在全世界 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 当我们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 这里面都告诉我们 再再告诉我们 时间快到了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假先知 假基督 已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告诉我们说 要跟随他们 今天我们除了跟随主耶稣基督之外呢 我们不跟随任何其他的信仰 我们要用我们的圣经呢 当成我们的一个标准呢 来去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再看回到说 非拉铁非教会 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啦 我们刚才跟大家 分享了五点 首先也就是讲到了大卫的钥匙 第二点也就是呢 我们竟略有一点力量 第三点也就是呢 主耶稣教会要能够遵守他的道理 忍耐的道理 第四点也就是呢 要像非拉铁非教会一样呢 不要弃绝神的名啊 然后第五点跟大家讲了一下 有关于撒旦一会的人的事实 那么愿神呢 真的保守以及看顾全世界 真一书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么真一书教会也是在末日 唯一可以得救的教会 在这边正道到此 那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天上神的名 阿们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呢 我们奉献这一点点呢 是不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唱诗415 415 也就是献上治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